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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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政府統計顯示 婦女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一半左右 但就有持續下降的趨勢 對勞動人口創造社會財富有所影響 婦女如何提升自我 就業轉業 減輕家庭負擔等等 社會需要關注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大報解》 每年到300婦女節 都會有很多有關婦女的權益 就業 很多統計的數字 情況分析等等 今年我們都不例外 不過你在疫情平復之後 有沒有一些新的情況值得我們關注呢 今天請嘉賓跟我們談談 我們今天嘉賓 露聯婦女事務主任劉婉儀 程先生你好 Janice你好 你好 想問一問問題 我看回這幾年 甚至再早些 那個男女就業的比率 都會一直是女的傷害率低一點 而且有些輕微越來越低的趨勢 意思就是說 婦女上班的人數其實是減少的 這個有沒有一個基本的原因 其實基本的原因就是 很多時候婦女就是 尤其是結了婚 有家庭 有小朋友 他那個就業比率 其實今年 拉伏有一個數字統計出來 只剩下50%可以出來工作 好像只有53% 58% 很低的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傳統的家庭觀念 婦女 你一定要搞定在家裡 才可以出去工作 你想想她出生 等到幼稚園 小學 中學 你至少去到中學 她才能出來 都在說十二年 十二年後 她才可以 給她出來工作 所以是一個 一直持續都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發覺 現在這個數字 觀眾千萬不要搞錯 譬如說男的是60%多 女的 其實不是說男女比較 因為不是 不是 是說所有男性出來開工的 有多少成 所有女性出來開工的 是這樣的 不是比較 不是說十個上班 六個是男的四個女 不是這樣的 所以一定不要搞錯 分開統計的 從我們看到其實疫情期間 更加劇 婦女沒有辦法出去工作 因為這三年裡 你想想很多 停課 網課 又復課 又停課 其實根本 你不可能 要找人照顧到小朋友 明白 她在家裡 就不可以獨留兒童在家 香港法例 十五歲以下 都不可以獨留 所以就是更加疫情 他們出不了來工作 更加嚴重 這個不言而語 有些朋友上來說 我的孩子 這輩子 都沒有經過幼稚園 這件事 在網上的幼稚園 到她長大後 疫情過後 她都不用回幼稚園了 沒有經歷過 這輩子就不會跟幼稚園有關係 是 因為缺了整個過程 是 照顧家庭固然是一個情況 有些基層的員工 給我印象 就是 他未必是說錢 不過 他似乎說空間 留一些時間給自己 更重要 比如說 一些基層員工 計較 人工幾百一千 可能會計較 不過他更計較 就說 多少是假期 是 都是假期 又不一樣 那會不會是 價值有改變 不是 我放多些家庭 我還是出去 炒散 可能人工更高 那是哪種 我想 程先生說 其實是兩個群組 一 可能現在 例如年輕人 他確實是經常說 工作、生活、平衡 其實他不想做穩定的工作 他想炒散 他想回一天 他又放一天 他想去賺錢去玩 不要那麼辛苦 做人不要那麼辛苦 對 跟我們不同了 但婦女 她的確確 有頭膠 有頭膠 那她在做假期 因為她兒子放假 她是不能上班 所以逢星期六日 紅假 她都不能工作 即使她一至五做兼職 她六天都不能上班 都要回去照顧家庭 所以不是說她們是否嫌錢 給多一天都不去做 不是 因為我們作為婦女 有媽媽、小朋友 我們一定是家庭先走 是 我們搞不定小朋友 我們搞不定工作 是這樣的 小孩也不用說了 老人家又怎樣 現在人口越來越老化 是 會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 老人家需要有本事可以在職的婦女 更加要留在極致的老人家 這個趨勢會不會有增長 的確有 因為政府也經常說居家安勞 老人家留在社區去到生活 因為確實老人院不足夠應付 所以我想大家都看到很多新聞 照顧者 其實往往很多時候 是放在女性身上 這個可能是亞洲人的文化 所以婦女更加照顧上面 可能自己爸爸媽媽媽媽媽奶奶 但是下面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更加令到他上下都困住 更加走不出 他的壓力是非常大 是 所以說到底 如果給一個正在家庭主婦 是 你問他 有份工作 你可以上班 跟先生一起 雙職工 兩份糧 我想一定是拍手 一定是贊成的 是嗎 如果你問我 其實我們前天跟婦女聊過 其實很想工作 因為你要知道每天24小時 困住在家裡 對著那群小朋友 或者對著自己要照顧的父母 其實壓力很大 很困惑 很抑鬱 其實他們說 為何我這麼辛苦去找工作 想出來 一 我想休息一下 你想想這樣 大家困受鬥也很辛苦 第二 出去工作 他會覺得我在學習 他不想跟社會這麼大的脫節 因為你經常困在家裡 你覺得你什麼都不懂 你只懂得洗衣煮飯 你有什麼懂 所以做一個價值 除了是人工 還有一個工作的學識 和成就感 其實都是重要的 你看到學識 正正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情況 不只是基層的服務行業的婦女 是 例如香港經常說 醫生不夠 護士不夠 有些朋友告訴我 香港住了賊的護士 有相當的比例 是不在崗位的 所以 去到 好就好在 去到緊急需要的時候 你要按照 叫人 還叫到 因為很多其實都是 沒有做到護士的 其實他有資格做護士 可以隨時做兼職 去頂一下 疫情的時候緊張去頂一下 是 他們是否都是同樣的情況 家庭的問題 還是不是呢 其實我又不敢 很確實去猜測他們的原因 可能我們自己本身 我只是社工 其實我想每一個工作崗位 都要傳承 都有很多年輕人入行 其實這些都是 反映剛剛程先生提到的問題 不是只是前線的員工 會去選擇 我有多少個假期 我要怎樣回 其實在不同專業範疇 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例如我們社工請人 其實都已經 不像以前那麼容易 即是他們會問你 因為我們是一至日的 他們會問你 我每天都要上班嗎 我晚上又要輪班嗎 所以他們都會考慮這些 一個星期幾天 多少個小時 多少個假期 因為工作模式 尤其是疫情 你會看見轉變了很多 他們喜歡可能是職業 或者是從家 但有些工作 正如程先生所說 醫護或者社工 其實很難從家 要你的人在幫忙 你說人要面對面 要做甚麼 譬如我們要面對面說話 要做服務 醫護更加不能從家 你幫我打針 很難在網上打針 所以其實程先生說 是一個模式工作 模式或者價值觀 剛才提到價值觀的轉變 都不只是前線 專業都有這個狀況出現 即是說可能是 剛才我開始說的那種情況 即是 不是太計較假期 但計較收入 可能是比較基層 基層的庫裏 如果有一些受過訓練 即是專業的 他比較常會出現 正如你所說的 另一種情況出現 因為他有得選擇 他有選擇耳駕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選擇 譬如護士 他未必要做政府醫院 因為辛苦 可能他會選一些診所 或者私家醫院 就沒那麼辛苦 因為我的朋友 他畢業後 做政府醫院很多年 我們都說 其實他說很辛苦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說為甚麼 不如你轉私院 他就說 但有時候 去到某一個職級 你又很難去轉 說真的 因為可能 無論是人工之力 在外面都給不到你 所以可能已經存在著 有兩個不同級別 可能一些七八十後 他仍然很努力地去打拼 他為了 除了錢 其實真的 那個成功感 滿足感都重要 但可能 不是標籤 那些人可能是90 00 那些 他已經 那個想法 對工作已經是不同了 價值 有一個數字 真的要請教你 是 一直都在說 就算去到疫情 現在 這樣的情況 香港的總失業率 都不高 3.45 幾乎全民就業 3.2就是全民就業 那 那幅畫是否有些矛盾 那邊 女的一路 一路減少 又不見得男的一路 一路增加 你賣回一條數 那怎樣解釋 那種失業率 沒有明顯顯示出來呢 其實我想現在經常都說 有工 沒有人做 有人 又沒有工 其實出現一些 好像 錯配的狀況 譬如你現在看到 譬如建造業 他都叫不夠人 要輸入外勞 沒有人入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人 我們有建築議會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訓練學院 都訓練一批年青人 你如何把這些年青人 銜接到相關的崗位 正如程先生所說 他讀完護士 你怎樣引導他做這個工作呢 他讀完建築 你怎樣引導他入這個行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現在的行業面對同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說 人才不夠 怎樣輸入人才來香港 難道我們香港沒有人才嗎 我們香港沒有年輕人成長嗎 其實不是的 但我想政府要好好想想 如何把現在的課程 現在的青年人 如何銜接入他的工作 如何讓他明白 你所讀的東西是有前途 有前景 這個才是重要的 譬如說 其實我們入學校 做很多生涯規劃 職業教育 我們希望知道 香港其實很多工種 暫時當然也是 很多工種 不是你所想 只有GoGoWang 不是這樣的 讓他明白 而且很多行業 譬如建造業 薪金都不低 他們都是很專業的 譬如電工 一天都一千五百多元 一日生 但你也要 終身學習 因為你要考牌 安全知識 安全技能 現在是在錯配 錯配一些的位置 這個問題正正是 我們想繼續談 不過先喝杯茶 好 要先整個人分享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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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看《時事大禍解》 我們今天的嘉賓是 勞聯婦女事務主任 劉婉儀小姐 Jones 剛才你說到政府了 剛才你說的情況 做完事出來之後 學成之後 怎麼可以配對 說配對就是找人拍拖一樣 人山人海 人海茫茫 怎麼去找一個適合你的呢 剛才你說的錯配問題 這是政府可否改善 還是客觀上沒有辦法避免的呢 我覺得絕對可以做 其實從教育制度開始 其實一向都很重視精英制 香港的教育 講學術 你進不了香港八大大學 就等於沒有甚麼用 要跌落副學士 但其實以前我們讀書的時代 並不是如此的 我們有很多職業舊學院 工業學院 其實真的在讀一些 工科手藝的東西 我們亦有不少同學 不一定要讀書很厲害 而且人讀書不厲害 不等於他不厲害 我覺得同學都讀書不厲害 他找到一個手藝 去做麵包 可能去做裝修 現在他也很有成就 也很有事業 他也是去讀完中午 搞不定 去讀所謂的IVVTC 以前那樣 他也是OK的 但現在 好像這些通通都是 走很學術的一個方向 你讀完副學士 你不博的級別 其實也是等於沒甚麼用的 那些學費都是白教的 你讀完副學士 再讀的IVV 你一身債的了 已經出來了 你要慢慢去還這筆錢 但政府其實 我覺得從教育制度開始 現在很好 財政院選案 剛剛都提及 億億 一一是給婦女 賦給婦女 婦女方面 稍後再談及 我們都很大期望 另外他提到職業教育 這件事 財政院選案 我們都期望他 盡快要落實 怎麼去做 因為我們要讓學生 知道職業很重要 剛才我提到 除了薪金 他的成就感 都是在那裡建立 然後怎樣去行接 還有讓他知道 你每個行業 都有專業性 剛才我提到 建造業也很專業 IT也很專業 我們接觸了很多學校 資訊科的助理 他們覺得沒有前途 薪金又低 沒有認受性 為甚麼呢 對我來說 他也很專業 我都不認識IT 但他薪金又不定 可能學校給他一萬多元 沒有晉升機會 你叫他怎樣呢 我們都跟政府提議 你一定有不同的行業 都有一些階梯給他 譬如我們社工 有社工 助理社工 你便會看到目標去上升 譬如剛才提到IT 他沒有 他聘用的範圍又很闊 薪金又高低 沒有規限 那他的年輕人便不入行 其實年輕人很聰明 現在的IT 其實他遠遠勝於這個職位 他可以做的 其實他做完學校IT 他可以再去不同的公司 大公司小公司 再去做 但看不到這個方向 所以其實我們前陣子 都見到孫東局長 我們都提議了不同 你一定要設一些專業性 讓人見到 我想各行各業都有 雖然建造業好像很粗衷的工作 他也有 有很多中工、大工 你讓人見到 你可以讀電工A牌、B牌、C牌 你便可以這樣上升 花花最後說回 剛才一億的婦女發展 我們很期望政府 必須具體怎樣運用這一億 尤其是怎樣幫助婦女 進入農動市場 因為有四十多萬婦女 還未投入勞動市場 剛才你說其實有很多錯配 有人沒有工作 有工作沒有人做 很多前線的 例如餐飲業、賣東西 其實婦女絕對 卓卓有餘可以應付這些崗位 但因為可能有些 例如照顧家裡很多年了 兒子十歲了 他才出來了 這個關卡很難回答 他覺得沒有信心 人家看不起我 我做不來 所以他一億應該要做一個 一系列的婦女支援就業服務 幫他如何重新適應這個社會 告訴他有甚麼工作 就業資訊、輔導 一些職業志向評估 你適合做甚麼 香港有甚麼工作 我們前幾天都提出這個主張 我們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又訪問了七百多個婦女 有一半都是家庭主婦 他們有九成說如果政府有一個託餘、託館的服務 他們願意出去工作 你說政府、膽錢、鼓勵、資助 補貼那些日託、暫託、照顧小朋友 那些都要人手 那些在哪裡找呢 你說得很好 在社工那裡找 社工又沒有人 其實剛才說甚麼 你開甚麼站、託、日託 對他來說很難 因為他跟你說 我們沒有地方、沒有場地提供 所以我們前幾天就提議了 原校託館 例如小學放三點多 託館到六點 沒錯 託館到六點、七點 程先生說 那誰進去做這個託館 那些老師不會幫你做託館的 我們又不想老師做 因為他太辛苦了 上了全日課 我們期望真聘人手 或者請一些Andro入場 那Andro入場 現在Andro都在做課託 他很多時候都是請大學 課託即課外 功課託館 即教他功課 功課輔導 因為對於家長來說 功課是很頭痛的一環 現在有收入的好家庭 那些費用可能都要 幫忙 幫忙要教英文 所以現在很多都是放學 就去補習社 因為學校沒得託 如果學校有得託 家長最好就是做完功課 才回家 否則回來後 又假倫 十點都無法睡覺 所以Andro入場 找一些大學生 進來幫忙做功課輔導 另外如果六點才放學 其實我剛才說過 有一批婦女 她是出不來的 這些婦女 要看她的學歷 如果學歷OK 她都可以幫忙做功課的教導 如果學歷沒那麼高 其實你留在校校 不只是做功課很慘的 要做一些戶外活動的 如果不是學生 她做不到全人發展的 那些電郵進來和她玩遊戲 做一下活動都可以的 難道你三點到七點全部在做功課嗎 都不可能的 所以其實之後我們也有提及 譬如入校關內隊 都可以幫忙做一下這些工作 你知道社區上面的義工 大部分都是婦女 這些醫醫都可以入場 去學校幫忙 找小朋友 帶一下活動 我們覺得她是應付得到的 今天我們提過一個數字 我想問一下這個數字 實際是多少 你說45萬婦女是未就業 如果單純人口來計算 你減少一些未成年的 小朋友不計算 未夠年齡的 或者是女兒做老闆做強人的 我們不計算 只是就業的女兒 應該有多少 是不是45萬呢 有沒有大概的數字 剛才我說45萬是未就業 未就業 是的 即是沒有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婦女 是的 是沒有公司 即是就不是計算她收入家底 怎樣不計算 不是不是 其實她沒有就業很多原因 一 可能剛才說她出不來做事 二 她可能覺得她未必要做事 有些人覺得我是很享受做家庭主婦 你也要尊重 總之是在女性 這個調查來的 就有45萬是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 所以這個數字也相當厲害 其實相當厲害 其實我當她一部分是她很想做家人主婦 我當你一半想做事 你也有二十幾萬 二十幾萬現在周圍行行業 每個業都說扯不到人 我想這二十幾萬怎麼都幫到那些 她這幾十萬才可以鬆綁進入市場 那兩邊都要人 就是你這個婦女進來進場 那邊也要有人投入去幫她們 令她們可以鬆綁 所以現在我們應該要抓住勞福局和教育局 她們都贊重大了 坦白說 你小朋友都是她兩個看的 那如果我們說在學校繼續托管 勞福局就說 這個是教育局的問題 那學校 又是說這些 又是說這些 又要說這些 就是間房 我們叫間房 教育局又說 你請托管 這是社署問題 那你就找勞福局 但是現在其實我也想贊一贊特區政府 新一屆特區政府 我們覺得它很有憧憬 是走得快了的 很坦白 所以我們也很有期望 我們業界也有期望 不要再整天你這個局推那個局 那個局又說那個局 你可以聯手 因為我們其實是為人民的 你的政府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 你應該多想一些辦法主動去想一下 怎樣去幫這群小朋友 再怎樣幫家長 這群婦女怎樣釋放出來 我覺得 而且已經事不宜遲了 而且學校已經在到 你不需要再起 不需要再想 就出來趕快談一下怎樣做 我們業界 工會 我們社福界都很樂意 跟學校和勞福局一起去談 怎樣去想方法 聽你這麼說 特首經常高調喊 搶人才搶人才 是 人才也包括人手 不一定是專才 但是勞動人口也是人才 也是人才 所以這個搶人才 除了向我們伸手之外 我們本身怎樣釋放勞動力 始終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我覺得絕對不可以忽視本地的人 我當然明白 現在很想向外找一些人回來 立刻去到填補現在的不足 譬如說院舍 長者院舍 頻頻請不到人 但是老林人口又很高 你一定要填補 他現在填補了 說要請幾千個 但是你也不可以忽略了我們本地 正如陳先生說 我們現成有班人是配不到工作 而這班人又是怎樣呢 這個特區政府必須要去到重視 以及思考怎樣做 怎樣釋放現有的勞動力 政府真的要想 今天很感謝劉婉儀跟我們聊天 我們得益很多 大家有好多啟發 希望政府也聽到 多謝陳先生 謝謝 謝謝 時事大播解 下回分解 Lance glaube,魔法帶 我們會忘記選em 這次主題曲 請繼續 拍親 Whichлох 會 讓開門 請 我們 repres 讓開門